那些手捏箱的人 他赚钱的管道非常多 赚钱管道多 就是方法多 点资多 除了正值之外 可能他又有副业 又兼职 又投资 这我们真的很厉害 好 那这种的长相特色 我把它分为两个 一个是基本条件 一个是追加条件 什么叫基本条件 基本条件就是你是赚钱的命 有赚钱的长相 不然你管路多 管路到处 结果都没有赚到钱也不对 所以基本条件是你会有赚钱 赚钱之后呢 下面的追加条件才是说 你管路方法各方面 很多 好 我们先看一下基本条件 基本条件呢 我们首先一个人要赚钱 要先看鼻子 鼻子是财博公 所以你要鼻子要挺直 准头要丰隆 这边要有肉 这叫你财博公 不错 对 那个小小鱼的 鼻子是蛮有肉的 这是第一项 是财博公 还要再加上事业公 事业公就是额头 就是我们的额头呢 要高耸 开朗 然后呢 浑圆平滑 浑圆平滑就是说 你额头高 但不能额头高 高低不平 或者坑坑洞洞 坑派的不行 像阿诺的额头就是很漂亮 你的这个额头啊 那这额头高 刚刚讲 这边是翼马嘛 就表示你的那个管道呢 是无限的宽广 所以我如果之后 跑到这边的话 把腻线 你不会突破吧 就会更好 像阿诺那样 布小布很 所以现在完全不用担心 我前面越来越做 阿诺 我觉得你很好 你这种有了唇管之后 整个人都变开朗 很好 就超级乐观 有没有 闯到从后面 对 正下 你现在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不必再吐下去了 好 这样就已经非常漂亮 你的额头 就已经是管道非常多了 好 那再加上了追加条件 也就是说这下面的任何一项 都表示你管道多 管路多 然后多多亦散 就越多项是越好的 首先第一项 我们用首项来看 首项有一条线 刚好很符合 我们现在今天的主题 叫做万能线 什么叫万能线呢 就是我们事业线的尾端 这样子分叉 万能 万能 什么叫万能呢 它才华多 贵人多 到处都有路子 到处都有办法 什么都会 什么都会做 什么都懂 我们看有些企业的大老板 企业大老板 他的名片拿出来的时候 他十一处型都有 投鞋很多 水泥工厂 董事长 下面他百货公司 又是董事长 等一下钢铁 等一下电子 各方面他都有 难道他每个都自己去做吗 不是 他就是管道多 他每一种都去投资 每一种都去做 其实他每一种都懂 就是才华高又聪明 他就会有这样的现象 叫做万能线 但是万能线呢 你如果这条线恭喜你 可是你一定要配合上面这 基本条件 你如果没有上面基本条件 你的万能线变成是 什么事情都去懂 什么事情都去做 结果都做不成功 这也不可以嘛 对不对 所以万能万能是称赞 但是也可能不是称赞 就是你假的 什么都会做 结果都做不成也不行 所以要基本条件 你再来万能线 恭喜你 你大概就是 你的名片头衔 大概有十张 每个都是董事 事后的董事长不能就总经营 都有可能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项 第二项钱财的来源 叫裁员工 裁员工就是眼睛 所以你的双眼要有神 才看得出哪个地方可以投资 什么地方可以赚钱 什么地方有管道 然后天仓饱满 天仓就是我们的太阳穴 太阳穴这边饱满 它很聪明 不容易被骗 如果这边比较窄的容易被骗 那不容易被骗 假如说它能够分辨 这是对还是错 因为有人会来骚恿你 这个来做 这个来投资 好不好 你说这边太窄的话 常常最后吃亏上当 也不行 要宽广一点 比较聪明一点 好 最后再加上一项 最后一项是 天宰广 色则明润 什么叫天宰 天宰就是眉毛眼睛之间 叫天宰 那天宰好就表示 它有不动产很多 为什么会那么多呢 因为它做自己 一定是深思熟虑 考虑得很清楚 才下手 下手都对的 所以这个天宰宽广 然后色则明润 为什么明润呢 这边不能黑 这边黑就是黑眼圈 黑眼圈是倒霉的开始 你这边运气不好 你还赚什么钱 所以这边又要明润 就表示你这个 追加条件多多益散 而且都是成功的 都是赚钱的 好 那这几项呢 就给观众朋友做参考